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 今集有个许散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讲讲宜英港人 他们卖楼来港的故事和心态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有留意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听过我提过 有个朋友专门做物业买卖的 简称地产售市 对于移民盘来说他都挺得心应手 也挺喜欢做的 因为你赶着离开香港的话 你就自然肯断价 对方这个买家如果知道你是移民盘的话 自然之眼会叮一声希望收到笋盘 虽然现在的楼市交头相当淡静 不过我的朋友也叫主力 看见会否捞得到这些移民盘来做 也挺过瘾的 反之亦然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残 首先就要了解一下这群人的心态才能够坐架 再加上这群人很多时候在香港有物业 导致到手头上的钱又未必会叫这么多 因为你每个要去供楼的话 还有其他的生活开支 可能剩下也不会叫太多 所以卖一层楼的话 再带到够钱去英国就叫做最稳 如果在香港还有物业的 如果你有租出去 税务和其他雜费也是相当麻烦的 去到英国的话 他们也不希望再跟香港有那么多的招架 有那么多招架 他们会想想担心自己会不会叫做回流 所以有这么正就断到这么正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这么有趣 英国一定给你们定居成功做英国人 五年再加一年申请定居 前前后六年 待会再说要了解一下这些文件 拿来拿去 查来查去 等来等去 可能随时七年八年都够胆 看不见到那些申请政治庇护 收了你的资料 interview完第一次 等了一年多两年才再去second in 有没有那么久 等你磨坏了 磨到差不多 顶不住自己走 希望你最好就是这样 给你一点点钱 你先捱住也好 这是一件事 回来了 最好当然是卖了它 就不用烦了 再加上现在的BNO签证就叫做容易批 快就批 可能你说 去 那你就真的卖了一层楼 然后再去申请BNO签证 反正都这么快会批你了 那为什么要害怕 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他们这群人的思想是很疯的 他们会觉得 糟了 现在香港越来越崩坏了 再加上可能区议会选举之后 全部都是损了完善选举制度底下的人 这样的话 香港还得了 不行了 马上走 所以有些人就是申请了BNO签证 可能一申请的时候 或者前前后下的时间 已经叫他开始去卖楼了 就算他们还没卖得出的话 都会先走去申请 拼一拼看看会不会申请那段时间 就会卖得出 如果都卖不出的话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要付一些相关的费用 如果像现在这个案子 这位阿姐就说 咦 签证批了 硬是 还没卖到一层楼 那又要说你 批出这个证之后 这个签证 起计90日内到英国 那怎么办呢 90日内能否成功卖出一层楼 似乎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马上觉得心很慌 很害怕 究竟会怎么办呢 因为近来有些同路人都会跟他们说 最惨是什么呢 是无人来看 其实没什么买价 那怎么办呢 出现了极端的情况 有些人就叫他 你要拼的鞭劲 才能卖得到 还有他都在猶豫 現在好不好叫做再大劈價 我的朋友看到都不知想快點聯絡他 要不要我幫你 他很流行從中再去慫恿他們 叫做再劈心一點 例如有些人都會跟他說 現在很難走得掉 因為在催促下年就會減息 有機會就抓到這些傻子 你的價錢就不要太高 還會有微微的機會 又教他 如果去到英國半年之內賣得出的話 都是不用交稅的 如果你是自住樓 本身已經住了十多二十年的話 其實都是交好少 還好笑 有些英港人就說 不用怕 大家發工 幫你忙 唱好些香港流食 那就可以有機會找到替死鬼 可以借私還雲成功投胎 當然 如果像我朋友做地產為例 他當然是見到那些英港人 就跟他說 快點走啦 走得好走啦 香港沒有運行 遲些就越來越便宜的 不劈就等什麼時候 如果見到買家的 當然是跟他說 說接下來會減息 樓市又會復甦 然後又說有哪一方面刺激 有什麼基建 不過很好笑 有些疑英港人就會覺得 在香港買樓 如果賺了錢的話 就不應該被英國政府抽水 那就不合理了 你又想去做英國人呢 又要享受英國的自由空氣 那是不是應該要多給一點點 就是拿多一點點 吵冤吧 不過有些人更誇張是怎樣呢 我的朋友看到一定很開心 他說真的沒辦法談的了 事件就正到這樣 也沒有人敢接貨 一來就是怕會繼續跌 二來有些就等 減息的時候才會去買 可能會加息價到這樣 下次再加我就死了 或者現在這麼高息的話 我怎麼供得起呢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 還有些說做好心理準備 如果一有人問就直接放 什麼價呢 都對的了 話之他彈球脫手 就要去到英國為止 那真的有這些人急到這樣 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是怎樣夾爆他 等他願意大劈價放 我也覺得我的朋友挺絕的 哄他把盤子給他的地產公司獨家 獨家了 如果你又不帶那麼多人上來看 或者帶一些百壇齋主 或者對於他這個盤子沒什麼興趣 那就是上來就會秒嘴秒事 因此就會打殘了這個 二英港人的信心 他信心開始崩潰的時候 可能會跟你說 為什麼那些人好像不願意買 不要緊 再跟你找一下 跟你找了那麼多 不過他們不合理而已 不如這樣吧 你想想他可不可以再調低一點點 還是怎樣 所以再餓他的話 他們有機會 在他信心最脆弱的時候 帶一個願意大劈價 買他一層樓的潛在買家上去的話 就很有機會一口氣就攻破了他 所以 之前有些可能是假象 他們帶一些人上來看 不是每個客人都希望他上來就會買 其實是鋪塵下去 是後期的客人才會去買 所以有時候有些氣都要做到足 那還搞笑 有些人會教他 主要是叫他劈價 叫他在銀行股價 給出來的數字 再要調低15-20% 哇 劈很多 他們說是呀 這樣的話 你又懂得上網去股價 別人都懂得上網股價 如果一對的時候 見你便宜那麼多 就幫你買 這樣嗎 我不知道這些人 手上有沒有樓 還是吹水 如果是的話 你這樣教人 這樣嚇這個阿姐 他會更加害怕 因為他的心就覺得很慌 很想賣了才離開香港 但滴答滴答那些 在倒數 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有些人就跟他說 說回是簽證有效日期內 去就可以 他說到時 不夠日子 拿永居 再申請extend 這些說法 我自己覺得 應該要小心一點 相信official的寫法 就會好一點 一會兒不讓你extend 你就站在那 有些人就直接說自己 批了 之後 有那個簽證 兩年 才再出發 總之他們的眾說紛紜 就要敬請小心 都是上網看那個官方解釋 就最好了 不過有些人都會教他 你不等錢花的話 就去律師樓 寫授權 給家人幫你賣樓 適合價才賣 要等錢花 就叫他再批多5-10% 就擠走 難得他們就 不會說在那裡吵 叫人留在大灣區 或者批評他 什麼等錢花 或者批評他狂 那些人很少可 看他們沒有去一窩蜂追擊人 或者給別人閒言閒語 但是大家都是齊心 叫他批評價 就好快點賣 仍然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香港就快要死 現在不賣 就等什麼時候 根據我朋友所說 我最近回香港的時候 也有約他出來聊天 他自己也說 現在真的批評得很厲害 你說那些人不是不買 對於那個前景的信心 真的是很低落 因為有時候 他做賣樓 同一個區裏面 有貴價的盤 也有一些低價的盤 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都有去 取得他們的意見 他說真的 有些中產的 可能在 九龍堂 或者在 何文田那一帶 就幫小孩找到學校 已經在讀書了 不過都是覺得 香港生活壓力大 然後 覺得自己 真的賣了一層樓 去到英國 也可以叫做 火燒竹竿長壇 記住 這些真的相當危險 他們覺得什麼 批評了一架 去到英國也夠 但是有時候 人的東西 你去到才發現 糟糕 原來的東西那麼貴 例如住屋那裡 又要想 買不買樓 他們說到好像 在英國買樓很容易 根據那些消息 聽回地產朋友 有些客人 反映 英國的樓 因為他們擔心 遲些會不會要搬 去另一個 城鎮 那裡住 所以他們 不會 一下子 就叫 買了那裡 因為 那麼多英國的地方 什麼什麼都說 有什麼香港人村 那些 什麼 個個都賺到自己 那裡 天上有地下無 我發覺自己 住那裡 又沒有他們 本身說得那麼好 那怎麼辦 住下住下 才會 摸到這條路 那究竟 遲些才買 還是怎樣 租那段時間 又會被人加租 有很多不同的古怪 所以 他們 某程度上 願意大劈價的話 都是出於 對香港的恐懼 當然是前途那方面 好老實說 是不是 那麼恐怖 很多時候 這些人都是 自己嚇自己的 好了 今次說到這裡 祝他們好運 也希望多些這些 移民筍盤 可以出來 給我朋友 儲存貨 然後再散給 相關 有需要的人 那就更加好 是不是 他賣到的 又開心 又可以拿著錢 去到英國慢慢花 他又覺得 花得過癮 如果你又買到一個 便宜的話 你又覺得 自己在香港 又會生活得開心 那就一家便宜兩家著 你說哪一個 是最開心 當然 是我地產的朋友 就是這麼簡單 好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